说实话这已经是我不记得第几次尝试去测试这一双哈登5代了 就怎么会有这么难穿的鞋子呢 你看这个鞋面硬邦邦的 怎么会舒服呀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鞋带跟鞋面织物的强度相差是非常非常远的 外面这一整圈都像一个壳一样非常的硬 当然它的鞋面支撑是完全没有槽点的 毕竟你看整个鞋身这一圈全部都是热压鞋面的加强 非常非常的硬朗 你拿手去敲它的话直接就破皮了 整个鞋子的包裹性也是非常奇怪 前掌看起来非常宽 但是它上下的空间比一般的鞋子都要窄 鞋子的内长好像是刚刚好 但实际上我选择的是比平时小了一成码的43码 在选择的43码的前提下 它才能够得到不错的包裹性 但是当我们的前掌进行弯折的时候 它的舒适度是真的非常一般 而且鞋子怎么这么容易脏 用了一块极皮的材料 被人踩了之后就变成了灰色 根本就洗不干净 非常的难看 当我在把所有的鞋带绑到最紧 最紧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松动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手去测试一下它后跟的跟脚性 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这里还是它内侧 4个小枕头的设计都会将你的整个脚 整个后跟丝丝的卡住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鞋子脱下来 所以其实我一度以为这双哈登五代 它的跟脚性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但实际打起球来 其实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整个鞋子的中底以及大底像一块钢板一样 它的前掌是非常难弯折的 当我们在实战要前进的时候 其实内衬这4块黄色的家门 都是非常想跟着我们的后跟一起抬起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中底就会说 不行 你必须要跟我一起待在地板上 于是乎就会出现一个比不跟脚还要头疼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后跟的这4块小门头会不停的在摩擦我们的后跟 造成非常不舒服的现象 而且能够感觉到实战的时候 后跟的锁定感是非常不足够的 你会觉得好空旷 但是又有4块东西在贴着你的脚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整体的内衬 而是4个脚感非常奇怪的点 整只鞋子重量单只43码 接近500克 对于一双低帮鞋来说 真的算是一辆坦克了 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不灵活 中底的脚感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虽然它采用的是双密度的中底 但是实际上你感受到的脚感基本上都来自于boost 其实我也穿它在这个场地上面打过 但是光滑的场地它的抓地力真的是非常一般 基本上我没有办法穿着它进行很好的实战 所以经常都会很快的换上另外一款鞋子 其实我担心是场地的问题 所以上次我特地去市里面去找一些室外的场地 就是那种比较粗糙的颗粒状的外场油基地 去尝试一下 如果这双哈登在上面 这种其实不怎么需要抓地力的场地上面 会不会发挥出它真正的实力 我回想起那些人打球的情况 双哈登舞打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真的太不舒服了 哪怕是在抓地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场地上 它也不能很好抓住地板 我能够选择投球的我基本上都不会去突破 防守的时候脚步的横移非常的缓慢 整个鞋底太宽大了 本来自己的速度就不比别人小伙子快 别人动一步我要测三步 完蛋了根本放不住 然后自己进攻的时候 好不容易这球稍微快了没一点点 这种解天哪 投了什么呀 好这一球我肯定投了不用想了 好防守你看你看 自己防着防着自己都滑了 这一球看看对方根本就不动 然后我自己拼命的那里动 因为怕 所以其实当鞋子这么不舒服 抓地力非常一般的前提下 你是很难去发挥出它所谓双密度中底的 那么一些优势的 实在是非常难受 不知道哈登5代的长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双鞋子真的是挺难穿的 但是我又会觉得 哇 阿迪达斯的旗舰款 我觉得应该不会设计成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我在不停的去尝试去感受它是否还有转机 结果在我测试的时候又不停的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首先第一个就是Nest Level 2021的发售 采用了一模一样的内嵌式中底 当初其实我就已经不停的在节目里面提醒 每个不同发售价的鞋子都用了同一块中底抗扭片 没错很多人说的是对的 这个抗扭片已经给你的 这已经非常良心了 难道还不够吗 你为什么还要嫌弃它做的是一模一样 其实我不是在杠它 而是在提醒它 当你所有的一些零件都已经不再更新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问题就来了 一个也许会是通用的内嵌式中底诞生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最近不停的有粉丝和会员发一些图片给我 就是哈登本人自己穿着的PE鞋款 它的大底纹路 应该是从2月10号打活塞那一场开始 就更换成了仁字纹的大底 然后我就觉得不可能 阿迪塔斯不可能根据哈登自己的脚步设计出一款 哈登自己不喜欢的款式 我觉得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人干的事情 假如哈登自己都嫌弃抓地力换成了仁字纹的话 我在这里特地为它更换场地测它的抓地力有什么意义 这种事情跟欧本5在球员版上面有一块大碳板有什么区别 打滑的话是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伤病的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可能吧 这个图片应该是P的吧 毕竟李永迪对吧 阿迪塔斯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肯定是在做梦快点醒醒 这条路口灯无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睇哩2K极客鞋谈 终于来了 你们万众期待的 哈登5代长测终于来了 不过说实话有一点点抱歉 这一次不太算是长测 因为时间问题为了日更 虽然我穿它打的场数其实已经足够了 我已经对它有非常足够的了解 但是来不及一去一回让同事去拆解 所以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多干货 什么拆解件或者是测试之类的 但整体体验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拆解的意义也并不是那么大 总体来说它就是一款不普通通的实战型 并没有什么非常出彩的设计 那就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体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首先这一次鞋面采用的设计元素是这种随机分布的色块 每一个色块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材料来做成的 可以说是比较用心 比如说这块绿色再比如说这一块粉紫色和前面的这块蓝色 其实就已经有三种材料了 这一个随机色块分布或许就是哈登五代的设计主题 跟它的鞋盒其实是相互印的 也是这种随机色块的分配 那么鞋身结构看上去是比较简洁的 这一次码数非常非常正 我选回平时自己穿的阿迪44码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会觉得挤脚 鞋身结构其实有一点点像是平时的内靴直接外露的样子 虽然是一体式的鞋子 但是当我们拉紧鞋带之后 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鞋面的收缩 整双鞋子的包裹我觉得是非常足够 而且很到位的 贴合感十足并且舒适度很高 你能够360度无死角的感觉到非常厚实的内靴泡棉包裹着你的双脚 后跟的内衬看起来非常普通 其实它就是非常简单的将填充物编后了而已 没有做什么额外的设计 跟挑衅其实比较奇怪 当你在绑紧所有鞋带之后 你用手去拽它 在绑紧鞋带的前提下 你是完完全全可以把这双鞋子给脱下来的 平时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这双鞋子的锁定感 至少锁定感不说它掉不掉根 锁定感是不怎么足够的 但实际上在我打起球来的时候 这种现象变得非常轻微 几乎我感觉不到有什么掉根的情况 这一点其实得益于它的前掌弯折和鞋身的刚性 并不会特别强 当我们的前掌进行弯折的时候 后跟非常容易就被提起来了 整个鞋子的动态包裹也是非常足够 鞋面外侧其实也有足够的加强 前掌是两组动态绑带进行补强 中后段是有额外的鞋壳 将整个鞋面支撑加强了一下 所以在实际打球中 当我做一些侧步的时候 就算鞋身强度并不是那么夸张 但是我觉得它的支撑并不会让我觉得不放心 防侧翻方面就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 整个鞋子的重心并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鞋身外侧其实没有太多 为了防侧翻做出的安全设计 前掌是有加宽 并且外底过渡是很自然 但是脚排处的支撑性和锁定感稍微欠缺了那么一点点 我只能说在我打那么多场球以来它没有出现什么不稳定的情况 但也不会给到我绝对的信心 中底脚感方面这一次很有趣 它居然采用了全场bounce的材料 可能是为了让哈登正代能够让更多人穿着到 所以它的定价直接下滑到了799元 中底的脚感在我静态情况下去感受并没有非常的澎湃 毕竟bounce的脚感也就那样 后跟你能感觉到一点点回弹前掌的贴地感也还可以 整体打起球台它不会给你太多的存在感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bounce的材料也让这双鞋子的重量压到了400克出头 算是非常轻质的 打起球台在那种完全没有缓震加成的水泥地上面 或者是油气地上面 它的缓震绝对不是强项 落地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震 但是它的灵活性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能够让我有比较好的运动表现 自身的爆发力是很容易用出来的 抗扭方面非常抱歉没有拆解线 所以不太清楚中间的tpu是怎么样子 但我相信大概率还是那一块祖传的抗扭片 毕竟它的弯折是那么的熟悉 毕竟它中间的底线坚持的是那么到位 整个外底采用的还是这种放射性的纹路 抓地效果只能说接近优秀 我穿着打了好几种场地 在室内有灰的情况下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急停或者是突破等等 抓地都是非常干脆 连我启动的时候都完全不会有拖塌的现象 在室外的表现总体来说还算是可以 除非是非常多灰 让我的一些脚步防锁或者进攻的时候有一点点滑动 而且有一点点踩不到底的感觉 其余情况下我觉得它的抓地还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投範球之后 明显知道自己要不进了 去抢篮板的速度反应速度 那个凳地加速其实是非常快的 再比如说做一些空间的配合等等 它的表现多还是可以 去到一个更多灰那种刻意感更加平滑的油漆地 其实它的表现也还算是非常不错 至少在练球期间我觉得它是完全到位的 整体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这双鞋子的打分也大概给到你们 我觉得其实这一代除了价格下来以外 没有什么非常大的优点 但至少这双哈登 让我测起来的时候 不会像哈登4代那么不舒服 因为哈登4代当时还要特地去挑很好的场地 很适合它的场地才可以 这一次这双哈登 其实我在每个场上都有挺不错的表现 但是你说它在我打球的时候 给我留下了什么非常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什么运动表现的加成 到好像也没有 好像这双哈登真的就普普通通 越想越习惯阿迪达斯为什么会将这双哈登出得这么普通 不应该 每一次哈登应该都会用出一些非常顶级的材料 或者是阿迪自己最高端的配置 虽然他现在我也搞不懂它最高端的配置是什么 因为每一双鞋子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 这种鞋子太普通了 怎么回事 让我上来 我上来 今天要入好等污 好痛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Lieke极客鞋谈 今天跟你们讲一下哈登5代 千万不要认错 这双是哈登5代配的是黑色的鞋盒 这双是哈登的Stepback2 也就是它的支线配的是白金鞋盒 那么结论先给大家 这双支线的性能 我觉得比哈登5代正代来得要更强一些 它大概是81分左右的水平 它的舒适度其实很高 之后的性价比也会非常高 但这双哈登5代实在是我找不到任何推荐的理由 我愿称之为我测过的最垃圾的个人签名鞋 球星签名鞋款 旗舰款等等都可以 反正就是最垃圾的 其实这两双鞋子的性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支线的性能不差 但是我想不到选它而不选米切尔2代的理由 哈登5的性能更是糟糕到根本不想穿着打球 所以跟大家随了一集视频 第一个做梦的我代表了 不相信哈登5会这么糟糕的勇敌档 第二个做梦的我代表了不敢相信 直线的性能竟然全面碾压正代的我 回到现实 其实更重要的是 阿迪赛推出可拆卸式中底后的方向 当它为了消费者 找想推出更多可互换的中底配置时 或许它会重新回到巅峰 但如果所谓的创新只是为了节省成本 在设计上偷懒 那还真不如当年的耐克Jordan的一些鞋款 至少别人还有不同版本可以选择 日更系列到这里就终于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新的一年继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的假期要没了